還是在原來的荒地上 河峰園有秘方呢? 浩雪的鄉親們走進了河峰園 大家在一起討論河峰園剛說的秘訣 最後得出一個結論 可能是河峰園裡種菜的人 都比較好 這邊進入關鍵了 大家注意看 我們這邊的肥腸的已經爬椒 今天是八十一公里 這是二十五種 拍你一下 可以能引到已經平整了 我們也可以到家裡去種 因為我們這裡有好多外賓 都知道這裡能吃蔬菜 因為我們再注意一點 就可以能呼吸一口 河峰園有一處特色餐廳 專門種不同蔬果 或不同口味的蟲子用餐 還有一個呢 就是我們給蟲蟲準備的一些餐廳 就是我們在種任何菜的時候 會給蟲子分出一些地方 專門來供蟲子給吃的 這個都是人與自然的體現 因為我們了解到 有一些蟲子 他會吃我們人種蔬菜的時候 是因為他沒有地方可以吃掉 那麼我們特意給蟲子 流出靠地方 對 對